许愿表示了在中国大陆上半年的补助政策造成的强劲拉货潮带动之下 第二季的LED产业缴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经过上半年的积极拉货之后 预期下半年市场的库存水位将会维持在高档 因此预估第三季台湾厂商的产值将会下滑到245亿元 即减达到4.9%